大家好,歡迎收看公子波馬節目 最近的表現已經很麻煩了 這個節目可能會快點收皮 因為大師就警告我 如果再表現不好,就不如不要做 也對,沒理由害大家輸錢 我都說過了,我介紹公子波馬的目的就是想練習多一點 讓自己可以研究賽馬更多 可能天資又不夠了 先向大家說一聲sorry 就像上次那樣,介紹四隻馬,只有一隻PACE 也沒有話可說,四隻心水 我們先說回上次的介紹 我第一隻介紹的馬就是第三場 446-2400介紹的樂滿冠 以為會有些賠率 為何最後賣到2.5倍 以為賣到2.5倍的馬會去馬 誰知這隻馬是完全不是去馬 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是潘頓先生我那天介紹他的馬 結果潘頓先生那天是不開工的 結果是田泰安先生開工 以四輪做騎士王 樂滿冠完全沒有跑過 可能不是這次,不是伊劑 出來遊馬可 沒有話可說 接著我介紹的那隻馬就是 647場次 我介紹的是健康美麗 亦都是一樣 一出閘就是中美聯 接著轉七八疊轉彎 追一段,但那一段走勢也不漂亮 那場馬就爆鑊金 爆電器騎士 就是新馬階線 希威森騎 他師父偉達馬房的馬 亦都沒有話可說 完全不是路 又是沒有跑過的 第三隻我介紹的馬就是 648場子 四班千八米的健康馬 以為上場莫雷拉騎得那麼差 把潘頓上去 又有謝駿惠的護級概念 哪知道會跑好一點 哪知道是跑到一坨屎 反而哪隻贏呢 莫雷拉騎的熊麗蛇 文家良馬房 一出一入 潘頓調莫雷拉 莫雷拉調潘頓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三隻馬都不是路 最後一隻介紹的就是一先生 都是潘頓的馬 第八場651場 三班千六米 很好心 潘頓先生 追回個第三給我 算是有一隻PACE 不是完全全坤覆滿 那麼 怎麼說好呢 上一次的賽馬日 星期日 看過形勢似乎有很多實力馬 但是跑出來 完全不是那回事 Sorry 是星期六 母親節 那又是 有些東西 就是逢親跑星期六的日馬 都是爆的 那天也是 爆的那些新威王十三倍 保城致勝十一倍 電器騎士十五倍 甚至爆的那些中肝二膽三十五倍 那麼 冷滿天下 那個星期六 那麼 接下來的星期三 應該都是一個實力很平均賽事的 一次的夜馬 我想都不會很多 就是最近第二門的表現都很差 反而是什麼馬表現好呢 就是臨場有飛的馬表現好 甚至我發現 就是隔夜有放了箭底飛的馬的表現 是比較好的 大家要留意 反而臨場的大現本 很多時候都是死到三甲不入 那麼 又是那句 賽馬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難到極高的遊戲 那麼希望可以克服它 那麼我們進入這個星期三的賽事 五月十一號 星期三的賽事 那麼就跑快活谷 上見九場的草地賽事 跑道就使用A跑道 那麼也是今季第八次使用A跑道 上次用在四月六號 那麼當日的九匹頭馬之中 只有狀元及帝 其餘的七匹都是排內蕩起步 那麼內蕩的意思就是一至六檔 那麼當日的A跑道就很利用內蕩馬 那麼跑法方面呢 九匹頭馬之中 只有創圓及帝萬事有是放頭跑法 其餘的七匹都是 至中或者是後追的跑法 那麼當日的A跑道是不利用放頭馬 那麼簡碼的時候就著重在一個檔位上 內蕩 後追營的馬是佔優勢 那麼暫時在A跑道贏得最多馬的 連馬師是蔡若翰 贏了八場 之後就是沈澤成羅富泉 那都是一些大戶 各贏了六場 那麼騎士方面 暫時贏得馬最多的是莫雷拉 贏了十五場 之後是潘頓贏了十二場 那麼六保獎呢 明晚有213萬多保 那麼巴道就復出了 那麼另外周俊樂和潘明輝就停賽 好了 這個跑道形勢就講到這裡 那麼也都講講 羅富泉和蔡若翰真的你一拳我一腳 上個禮拜也是鬥獲金的 羅富泉以為他會落後 誰知 路路繩 接著加上尾場的黃龍帝國 那麼又增加兩圈 現在仍然一場壓住蔡若翰 其實不是一場是兩場 因為如果平頭的話 羅富泉也是佔優 因為蔡若翰有一些平頭的半軍 那麼鬥得非常精彩 那麼我都是向羅富泉投信心一票 那麼其實現在來到季尾階段 那麼大家不妨都留意一下這兩個馬房 其實馬現在鬥得 短兵雙折 即是羅富泉也贏了70場頭馬 蔡若翰也贏了69場 我都說了 其實老實說 買他們兩個的馬 已經贏了五分一的頭馬 那麼 那麼接下來 我想都會鬥得相當激烈 那麼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們兩個的馬匹 那麼明天還有一個馬房 我覺得是放了整個手在這裡的 那麼就是偉達馬房 那麼你也知道我都喜歡偉達的 那麼明天他有第二場的贏盡天下 第三場的龍來鳥尿潘頓 接著有靚蝦女 第五場有第六場的角取所需 有第七場的電玩時代 只是機會馬 明天都有四五隻在這裡 那麼看看會不會是大手交易 因為偉達馬房 通常一去就去一手 很少就獨獨去一兩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偉達馬房的馬 好了還有單賽馬的新聞想說說 就是這個金槍60的遠征問題 那麼之前就說金槍60想去日本 跑一個安田紀念 那麼風吹吹吹吹吹吹 那麼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不會遠征了 那麼就有幾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那天金槍60贏了馬之後 有些輕微中暑的現象 所以就連馬師和呂健威和馬主 都覺得都是不會遠征 那麼第二個說法就是有些人說 哇有沒有搞錯啊 那隻馬這麼厲害 都不去為香港爭光 那是不是就是 就是 鴕底啊鴕底馬 那麼我又不覺得 這個是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 這個世界疫情這麼嚴重 那你又不知道去到那邊 或者回來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那麼另外其實 去一次遠征 對一隻馬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損耗 大家以前記得 這些步步有啊 就是 遠征完回來 都好像都不復當年之勇 那麼 那麼 金槍60流在香港 似乎都會繼續贏下去 就是會繼續破壞的 唐馬紀錄 破壞的獎金紀錄 我覺得遠不遠征 又不是問題來的 那麼 你說為不為港爭光 那麼 那麼 日本馬有多厲害 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麼去對 不是一定可以的 那麼我都很體諒馬主 就是比起我做馬主 我都留回香港了 大哥 喂我去了回來又要隔離 是不是 疫情關係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這麼 不用成一這麼緊張這件事 我覺得金槍60流是一隻號碼 那麼就留回香港 繼續破紀錄 看看可不可以將獎金 贏到一億五千萬 甚至更加高 這個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成就 畢竟都是 好了 那我們去看看我介紹的心水 那麼我明天首先是介紹 我之前講過了 大家可以留意偉達馬房 羅富泉馬房 和蔡漢馬房 但是我頭那兩隻呢 我首先要給方家柏 因為都是有賠率 那麼我第一場 第一隻介紹的就是第一場 五班2200米 2號碼赤子紅心 方家柏馬房 找雷神騎排九檔 那麼我看看這隻馬 前一次五百九十五場次 跑谷草千八 那麼涉恩選擇了在700米中段法力 那麼跑快會谷槍 長途都是中段法力 用一招了 那麼其實就遲了的 結果三疊轉彎 那麼沒有啦 那麼沿途都是剷著馬 最後頂不住金剛福星龍 世紀之威 只有第三 那麼再出的六百三十七場次 就跑到泥地千八 玩一下而已 就是那個捕捉又不對 那麼莫雷拉都是吃著個小 那麼塞住個終點就算了 但是你會發覺莫雷拉 都沒有放手那隻馬 好今次就是去劇 跑谷草的2200米 那麼看一下 用不用中段法力過一招 那麼同場方家柏 還有隻馬上心聲的 都是這個路程的中流底柱 那麼我覺得如果莫雷拉 明天肯中段法力過了 足球會班鏟上去駁走 其實一定有一定的機會 現在目前的賠率是十二倍 現在是星期一晚的六點鐘 那麼初飛階段 那麼到時應該不是這個賠率的了 那麼如果有十倍開外 駁得過 就是那句海軍鬥水兵 五班二千二百米 看看哪個跑得好而已 那麼莫雷拉一票 那麼就要了一隻赤子紅心 好了 第二隻馬要是第二場四班1650 不是賊組1650 那麼我要方家柏柏柏柏 又是雷神的快捕束 那麼要了一隻赤子紅心之後 那麼博方家柏柏就起個孖 第一、二場 那麼快捕束 這隻老馬是同場賽職最好的馬 你看回 同程 兩貫三牙四季 那麼前一仗在五百八十一場次 用莫雷拉跑谷草1650 那個步速就被一隻好運寶寶打爆了 不適合快步速的跑法 搞到莫雷拉入直路的時候 還跌了一條邊 但是最後都跑了緊頸勢 那麼上一場五百九十二場次就用陳家希 那麼放不到頭一出 那麼很早就放棄了 放不到頭不用跑了 就當沒有跑過 那麼我看回今場馬快馬不多 那麼六檔也算是一個內檔的檔位 那麼莫雷拉如果放在前面跑 我想應該可以叫壺的 那麼當然副榜是有問題 副頂榜 那麼荒仔 頭兩場都用雷神 那麼我想不應該無恥放的吧 那麼目前賠率有多少呢 目前賠率有十七倍 更加不可以放過 希望明天不會落飛落得那麼厲害 那麼我要了兩隻那馬 雖然兩隻十倍開外的馬 分別是第一場的 兩隻都是方家拍馬房 一二場 兩隻都是方家拍雷神配 那麼我要了赤子紅心 和快步速 那麼有現在的賠率那麼冷 那麼明天樂極也有個抱 那麼要了兩隻 好了 第三隻我要介紹的馬 就是第三場 四班1650 這隻是一隻鹽滿 我要跟斗雲 姚本輝馬房 希威心劇 那麼希威心最近有個綽號 王總幫他改 就是這個翻山馬街線 大家都記得馬街線 放馬是最厲害的 那麼對步速的智慧也很高 那麼在偉達這個大師傅調教之下 那麼希威心的騎工 突飛猛盡大家都看到了 那麼不禁日要說一句 唉 周同學 周俊樂真是浪費了 那麼希望盡快兩個可以合作 即是原本這些馬 不是希威心的 是周俊樂的 那麼但沒有辦法了 那麼始終可能需要一個時間 去磨合 那麼希望將來 周俊樂都可以回到偉大的懷抱裡面 好了 好 希威心 那麼第一隻我要的馬 就是這個希威心的姚本輝馬房 那麼似乎贏馬贏得這麼漂亮 最近 那麼似乎現在開始有些外線馬騎 那麼這隻就是外線馬 而我本輝給他的 好了 在304場次 那麼根斗雲在沙田1600米二碟就放到 那場馬就是四倍贏馬 那麼就是說沙田1600都贏得 沙田級數 那麼之後就連輸四場 但是輸的距離都是很近的 那麼中間的粗裂都沒有停過 保持這隻馬的勇態 那麼今次抽得一檔 那麼換個旺人希威心上去 又是時候出擊放出來 那麼同場對手不多 如果是肯去馬 一檔順利放得出 希威心發揮去的那些放馬智慧 那麼我覺得這隻馬是助為亡贏的 那麼現在的賠率呢 就是 4.5倍 那麼 就是一個合理的賠率 那麼希望明天不會馬到大熱門 那麼這場馬我的腳很喜歡的 就是六支 葉楚漢馬房 蔡明小騎 那麼也是時候的了 又是沙田級數過來快匯谷試試試 明天不要放過這條Q 六支的賠率就有 7.4倍 說落飛 那麼我腳拖這隻 那麼第三隻我要的馬是 跟斗雲 好了 第四隻我要的馬都是希威心騎的 就是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十一號馬 各取所需 這次就騎回這個偉達馬房的馬 那麼 這場馬第六場很特別的 那麼可能都是3T的長次 其實是實力非常之平均 有七隻 七八隻馬可以贊成 你走這樣看下去 董大 萬事友 宜昌勇士 各取所需 其實各事無雙 其實這場馬有很多隻馬可以爭勝 那麼這些場合就是看飛做人 那麼其實我現在隔了一整天 幾之前介紹 那就是介紹自己的心碎 到時看飛 那麼但是有個好處就是 各取所需 我們看回去 483場次那一場是10倍贏馬的 就是不是落飛 那麼那一場馬 希威心騎得非常之好 那麼上一場五百七十八場次 就是剛剛輸給那隻桃花城 那就是跑過第二 那就是堅持著上名 那麼狀態也是理想的 那麼在四班 其實隨時可以多一兩場 那麼今次抽過六檔 那麼隔夜有了戰底飛的 我記得剛剛開飛的時候 這隻賣賣到大熱門 現在不是 現在是第六場 各取所需 那也是其中一隻熱門 叫做次熱門 6.3倍 因為大熱門都是只有 董大都4.9倍 真是很平均 那麼明天馬 偉達馬房 就整隻手買到的 我已經說了 那麼之前有贏盡天下 龍來了 那麼夾著上面的 有靚蝦女 下一場有電玩時代 那麼看看是不是連場出擊 那些孖寶都不要放過 那麼 就是 我覺得這些各取所需 是明天的機會馬來的 那麼希望配合 偉達馬房的整隻手攻勢 那麼 臨場都不會買到大熱門 如果有肉配當然要 好了 重複我自己的心思 第一隻就是第一場 五班 2200米 方家法馬房 莫雷拉的赤子紅心 第二隻就是第二場 四班 1650米 方家法馬房 莫雷拉騎的快步速 第三隻是第三場 四班 1650米 搖本輝畫房 找稀威心的 筋斗雲 而第四隻就是 第六場 四班 1200米 又是 欺威心騎 偉達 馬房的 國取所需 那麼 四隻馬都有些賠率 尤其是兩隻 雷神 千萬不要放過 好了 那麼明天 E4的心水 希望有頭馬見面 不要只有一個批 那麼大鑊 好肉酸 希望繼續努力 好了 接著去到 介紹尾那三場的 三寶場合 那麼 第一隻要的馬就是 保然德德 第七場 上次贏得非常精彩的 莫雷拉和方家派贏這隻馬 那麼 今次是合作 同一個路程 又是同一個配搭 那麼我首先要了他 那麼 第二隻馬就要起快了 那麼 鄭俊偉的救忙概念 健康馬又贏不了 那麼 無心碎麵又不可以連接了 那麼 那麼 希望這隻起快 都是有實力的馬來的 那麼 那麼 賽前還加了眼罩 試了貨靚雜 那麼 明天我要他 要起快 那麼 那麼 還有 蔡明少劇 那麼 包一隻黃寶 這隻馬都是很好的馬來 那麼 羅庫泉概念 那麼 小心的月面元碎 羅庫泉 看兩個都在這裡 那麼 那麼 第七場我要的馬就是 保然德德喜快和黃寶 第八場 那麼我首先要一隻順勢贏 先 又是蔡明少 那麼 那麼 那麼A跑道審習成概念 那麼七檔只要不要三疊 這隻馬隨時可以增勝 那麼蔡城要騎成怎樣 第二隻馬要我要快搏 賀賢馬房潘頓的配搭 那麼大家都知道潘頓騎賀賢馬 通常都是不錯的 那麼 當然可以不開工一件事 潘頓 那麼 三檔亦都好跑 第三隻 我想包回羅庫泉馬房 何宅堯的以戰養戰 長場都很近的 那麼看看明天會不會有機會 那麼 至勝時機是這場馬 大熱門 蔡宇漢馬房 那麼大家也都可以留意 那麼第八場我要的三隻馬 是順勢贏快博和以戰養戰 好 第九場應該比較簡單一點 應該有隻金傳貴人 會是 即是勝亡壓一的 那麼現在的賠率應該都是大熱門 2.5倍賣到 那麼 潘頓應該不會玩的 這隻又是一些新鮮滾熱門的明星馬 那麼我首先要去 那麼我包回一隻好運寶馬 又是蔡明紹 買得潘頓就包回丁冠雄和蔡明紹 那麼 那麼 那三場呢 就 就是這樣 那麼我 我重複回先 那麼我三保頭關 第七場我要保賢得得起快隊王保 第八場我要順勢贏快博和以戰養戰 第九場我要金傳貴人 包一隻好運寶馬 三三九九九二十八十八 那麼 試一試吧 不要包那麼多範圍 那麼 那麼 還有提醒大家 三保長次我發覺 蔡明紹騎的馬都 很有機會 很變善 大家如果個別去玩的時候 拖腳不要拖留蔡明紹 OK 好了 騎士王方面 正度應該是莫雷拉的 那我要了兩隻馬 那麼 如果覺得他熱一定會熱的 他和潘頓 那麼 冷門大家可以看實 希威森和蔡明紹 如果你要我選擇的話 因為我都餘了兩隻希威森的馬 那就看賠率 哪個冷就買一點點 蔡明紹明天應該很冷 但是我覺得他是有手馬在的 好了 那麼 馬也都講到這裡 那麼 足球呢 就不介紹了 那麼 最後想說一句就是 望著買下盤 那麼 可能我們遲些會有些足球節目 就分拆 將球馬分拆的 那麼 我以後這個節目呢 我都主力介紹跑馬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麼上下就 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在星期三的賽事 贏多點 我們下集公子波馬時間再見 拜拜